今天來到R9的280X去做一個測試 首先大家看看規格 剛剛安裝了Driver 以及用華碩的GPU儀式去看一看 大家可以看到 Core基本上跟7970完全一樣 最多是有一點超頻或時脈不同 大致上所有的規格都差不多 簡單一點就只是一張馬甲卡 事不宜遲我們先試Battle表 設定方面會用最高的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數值 有記憶和GPU溫度 到平時整隻開始試的位置 現在都保持60 溫度已經升到76 GPU就72 因為它有3GB 它還有一半都上行 而且應該是 地圖的表現 太多建築物 所以它的記憶都用得多了 人就開始出來了 沒有射傷敵隊友 一樣 也是保持得到 FPS 之前就說過Battle表4 要兩張7970 就運行得最好 因為現在情況就是 兩張280 一張280X的效果就是 7970 簡單一點就是兩張280X 大家看到一火 它就不會降到50 左右 溫度又繼續升到78 CORE方面的使用已經升到78 好 差不多了 完了 總結就是 如果打Battle表3 就仍然都是 同一個Quality 就不會有什麼 太大的差異 可能要試試Battle表4的Beta Beta方面 可能會是因為 人和傷害的Ping 可能不是一個最準確的數字 現在就馬上去試試試 好 那來到Battle表4Beta測試 那現在 呃 大家看到的 FPS 保持在57 就63度 這個設定 就會是 高 那現在呢 我會嘗試用回 Ultra先 好 先透露 那現在進入遊戲了 好 現在我們就 我選一個地方去做重生 啊 為什麼會 啊 沒事 有個Type 搞在這裡 那好了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一出來 如果有Ultra的話 大概只有40幾的FPS 那有時候會跳到80幾 那因為沒有什麼人 那我還沒什麼人 那好吧 那一走到有少少人的地方 就已經立即現形了 那好吧 好像是被人在後面 從中偷襲 對吧 對 好像是有人在這裡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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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勉強兩邊夾 也是有36左右 後面有人 總之一進到一些近距離的位置 就會看到 FSS會更快 回到 現在跌到40多 WTF 沒有人幫忙 去回 作戰的區域 大家可以看到 步兵情況下 附近一堆建築物 還可以保留到60 嘩 這是什麼事 空曠的地方 就會這樣 只剩下40 20多 在海邊 都OK 一看到火 就已經開始跌 大概 50左右 沿路都是有煙的 就看到 都不是很穩定 數值 一看到海就馬上順 因為沒有任何 特效 只要一看到有人多 人多劑壁 又有煙霧 就跌了 所以 綜合以上的廢物 大概就是 只要大家 用回 兩張的7970 或者 兩張的280X 就應該可以 走到Ultra 不然一般 如果是7970 都可以走到HIGH 左右 這次的介紹 差不多了 我做其他事 都有點病 馬上做完就算了 有些廢話就算了 大家原諒 下次見 拜拜